2025年日本将被中国海军6支新88舰队淹没。 原创。正文军事。 4月份人民海军50艘舰艇、41万吨总排水量的编队,在中国南海进行了史上最强大的海上阅兵式,其雄壮的规模震惊了整个世界。 但对于中国很多军迷来说,这些舰艇只不过是人民海军阶段性成果的展示。 因为在中国造船厂上,起码就有一艘国产航母和两艘055大驱,以及多艘052Z驱逐渐进行西装而无法参加阅兵。 截至2018年3月,人民海军现役58艘主战区护舰艇中,较为落后的舰艇还包括051型旅大吉驱逐渐6艘。 包括051D型开封舰、尊义舰、桂林舰、051Z型大连舰、051G型战江舰、珠海舰、053型护卫舰两艘。 包括053H2型舰、053H3型移舰、 其余均为较为先进,具有区域防空能力的舰艇。 此外052型驱逐渐两艘,哈尔滨舰和青岛舰和051B型驱逐渐深圳舰,在经过改装后,也具备区域防空能力。 这58艘舰艇,分别变为6个驱逐舰支队,成为我军目前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主力部队。 但由于我军正处于换装的高峰期,因此每个驱逐舰支队。 并没有达到6驱逐舰正6护卫舰的满边水平。 最多的也就是6艘驱逐舰正4艘护卫舰的水平。 但目前根据相关图片显示,中国载舰的新型舰艇, 就包括6艘055型大驱和8艘052D驱逐舰和4艘054A护卫舰。 按照055大驱,052D驱逐舰4年左右就能完成建造服役来计算。 这意味着在不退役老舰艇的情况下。 中国能够在2020-2022年左右,就能让6个驱逐舰主力支队实现满边,总数可达72艘驱护舰艇。 而按照现有建造速度来推测,人民海军在2025年,可能将相比2018年总共增加服役055型大驱8艘,052D型大驱16艘,054改进型护卫舰22艘。 使得人民海军6个驱逐舰支队,在替换原有8艘老旧051型,053型驱护舰艇的前提下,全部达到8艘驱逐舰,8艘护卫舰的水平。 成为亚洲战后历史上最先进的88舰队。 而其他老旧替换下来的舰艇,可和056型护卫舰组成沿海作战的护卫舰支队。 在历史上,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后,曾经投资建设过一支88舰队,即以8艘战列舰和8艘装甲巡洋舰组成,但由于1922年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出现。 导致88舰队计划最终终止。 在战后的上世纪80年代,日本海上自卫队,又组建了三个由8艘水面舰以及8架舰载反潜直升机所编程水面打击群,被称为新88舰队,一直是亚洲国家最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。 而在2025年,日本自卫队将增加8200吨及宙斯敦驱逐舰4艘,5100吨及朝日及通用驱逐舰4至6艘,整体水面作战舰艇维持在46至50艘左右,总排水量约25万吨,其仍然可派出四支针对沿海作战的主力护卫队群。 每个护卫队群仍有8艘主力舰艇组成,但每个群中都会装备一艘飞弹驱逐舰和一艘直升机母舰,直升机数量更多,反潜防空能力更强。 但和中国6个8艘驱逐舰,8艘护卫舰的88舰队水平相比,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不够看的了。 中国的新88舰队每个江至少还有一至两艘055大区,整个6个新88舰队的总排水量达到36万吨,超过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力舰队的总和。 这还不包括人民海军新增的国产航母、两栖攻击舰的排水量。 按照人民海军的2025年可能增加两艘国产航母,和两艘4万吨级两栖攻击舰来计算,再加上已有的6艘071型总和船物登陆舰,中国主力作战舰艇的总排水量,将达到78万吨左右。 按照美军第七舰队规模来看,大约包括一艘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,一艘两栖攻击舰,一艘船物登陆舰,两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,总共在24.8万吨左右。 这也意味着远海中国主战舰艇的排水量,将比日本海上自卫队和美军第七舰队的总和,多出18万吨。 中文字幕由于宦主任 emocion